今天做一道酱性金针菇 主料是金针菇 豆腐皮 辅料是火锅底料 蒜、葱、红辣椒和绿辣椒 咱们现在就改刀了 给它切成一寸宽的长条 咱们为什么切这么宽呢 就是为了把金针菇卷进去 咱们开始卷 金针菇切着一刀就可以 根儿咱们不要愣 给它放到一个容器里加上水 它就再能长出金针菇 一朵就卷就可以了 就用这个抓一把 就给它卷上就可以了 中间隔着牙签一穿就可以了 就固定了 想多想吃金针菇多一点的 你就多抓一点都可以 酱香的调味料 有葱、蒜、绿辣椒、红辣椒、香葱叶 再咱们去调酱香的汁去 你要想吃香的呢 你就多放点油 你要想减肥呢 你就少放点油 把这个调料放进去炒香 就炒好了 把那个水加上 锅开了 咱们就小点火 咱们就加点酱油 再放点蚝油 再放点蜂蜜 这样就正常使用就行 胡椒粉 现在放我们的沙手茄了 放的是麻辣火锅底料 你喜欢什么牌子的底料 你就买什么牌子的底料就可以 现在咱们给它放进去 看着汤料有点少 咱们再加点汤料 咱们这个是熏酱的味道 熏酱就是这么煮 就得盖上盖 让干豆腐充分的吸收那个气 熏那个香的味儿更美 撒点香葱咱们提提色 颜色就更好看一些 咱们现在尝一尝 熏和酱的味道 又麻又辣 就像到了重庆的小山城 后果的熏味儿 就像吃松仁小肚 到处的时机 就像得点檐 加一点 看着的 就在一起了